歌手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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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会不会让她 搞不清楚她的身份呢 今天要欢迎就是Bonnie 罗敏 欢迎 谢谢 谢谢 上次来到娱乐泡芙呢 就是说即将发行专辑 那今天来已经发行了 恭喜你 对 谢谢 谢谢 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这就是我的新专辑 可以说一下 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嘛 然后呢 里头的歌曲 肯定是有不同的尝试 在录制过程呢 也是会让你 就可能 酸甜苦辣 必定是有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想呈现给大家的那个 那个印象呢 是想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Bonnie 然后在专辑里面呢 也有抒情歌 也有舞曲 所以就想 真的可以让大家看到 其实Bonnie也可以诠释 不一样的歌曲这样子 然后而且这些歌曲 需要用不同的情感来诠释 像这一次 是专辑里的第一波主导 不想承认 这首歌是讲述分手后 跟就是跟男朋友分手后的一个痛苦跟纠结 然后自己可能没有真正的体验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就那时当下要诠释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还蛮难的 就是说到美宜已经延二十岁嘛 很多跟你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呢 或许现在呢就是在大学念初 但是你却已经是闯入了这个社会工作 对 你会不会觉得会怀念上学那种感觉呢 非常怀念上学的时候 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啊吃东西啊或者一起讨论功课啊 然后在学校的生活都蛮都蛮想念的 不过我觉得这是给自己一个尝试 可能跟我一样同年龄的朋友 他们现在还在读书 我就可能比他们先出来 出来一步线 不过我觉得 这是为我自己梦想迈进的一步了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进入大人世界 在二十岁这个年龄太可怕了呢 因为很快就看到丑陋的一面了 暂时还没有 真的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自己还是蛮担心跟害怕的 因为怕自己会做得不好啊 而且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 既然你无法做出一个抉择 比较喜欢当演员还是歌手 如果 你今天将离开这个世界 那你可以留下一首歌曲 或者是一出戏的作品 你会选择要留下哪一个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以我的歌来记得我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歌曲大家都会听的嘛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对我的歌曲有印象 然后记住 我不知道你是唱这首歌的原唱者这样子 那如果专辑里的十首歌曲必须选一首 好 我 我希望每一首歌大家都会记得啦 不过真的硬要选一首的话 我希望是不想承认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可能你在读书时期啊 或者是谈恋爱的时期啊 可能你心里的对象可能对你没有意思啊 然后你可能就是会很伤心难过 这首歌曲的故事就这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得会有共鸣 所以大家记得的那个几率会比较高 OK 那说到这首歌曲嘛 不想承认 如果要你分享一下 你人生中最不想承认的一件事 那会是什么呢 哪方面 可能不想承认我喜欢过那位男生吧 真的吗 如果在街头上你 就擦肩了过 你会假装你不认识他 我不会假装不认识他 我只是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过他 我就可能会默默地喜欢他 直到他发泄为止 难怪你还没有谈过脸的爱是吧 比较被动的一位女生吧 可以讲说 那你在哪方面是比较主动的呢 比较很方便吧 就可能我会要求比较多 就可能我想了这样 可不可以这样 说到这个对事业的这个要求呢 我相信在你唱片公司 也有一些就同门的师姐啊 或者是一些歌手 想不想知道呢 他们给Bonnie哪些贴饰呢 Celine 这娱乐泡谱 那你会难过吗 要成为这个成人 自己其实不想长大 好 理想其实是烟 我们知道吗 对爱情方面真的不太有经验 如果真的是喜欢那个男生 那男生不喜欢你的话 就应该放手了 回到娱乐泡谱 这时候呢要好好的恭喜美姨了 恭喜恭喜 谢谢 我恭喜你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发行专辑 刚才已经恭喜了 恭喜你的原因是因为呢 在这个唱片行呢 排行榜上 你的专辑是第一名 真的吗 真的 很开心啦 很开心 自己的专辑可以 在拍命 拍命在第一 其实师姐她也 也跟我分享她专辑里面的东西啦 就是她也跟我说 身为一个新人啊 该注意些什么啊 然后在唱歌方面 她也给我一些小小的 提示这样子 可以分享 你觉得她说过最有 这个用处的 提示的贴士是什么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 对于语言表达呢 其实还是 还是在慢慢的进步当中 那我就有问她 这这类型的一些问题啊 就可能说 为什么你讲话可以这么好啊 然后表达得这么好啊 她就跟我说 其实也是经验的累积 然后也大家也 就是慢慢的进步 然后有看一些很多的节目啊 杂志啊 报纸这些 然后有时候 不会回答问题 也会请教她这样子 好 如果呢 我们到了一个CD行 然后呢 有你的专辑 还有可惟的专辑 然后 你觉得你的专辑有什么呢 会更想让一位买者 去买你的专辑 而不是可惟的专辑呢 可惟对不起啊 我再回答 我在专辑里面 有翻唱一首 两首歌曲 就是我只在乎你跟心痛 所以 我觉得这两首歌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因为大家都熟悉这两首歌 对 可能这个会稍微 对 我觉得可惟教你 就是回答问题是交对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刚才那个答案非常好 EQ很高 没有伤害到世界 我在现场上 真的很好 谢谢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也要来考考你的临场反应了 好 因为你的专辑呢 有十首歌曲嘛 好 那就凭这个歌名呢 我将会说出歌名 然后你就立即的来回答出 你在生活当中呢 跟这个字的关联 真的吗 好 你就不用回答不想承认了 刚才你就有说到嘛 好 可以 好 马上的 YOLO YOLO应该是签合约 真的 我们现在在研究吧 好 那暖手心 暖手心我会以别的看法来看 就是可能自己失去家人 也是目前你自己喜欢的一首歌 对 好 那成人离 成人离我今年满二十岁 还没有呢 二十一了 二十一才算成人 对我来说二十其实也满 就是二十 已经不是一开头了 已经一开头了 对对对 好 那你会难过吗 要成为这个成人 其实自己其实不想长大 真的还是喜欢小孩子的时候 不过有时候觉得长大也是有好的 例如 就是很多事情 就大家不会一直认为你是小孩子 好 其实我也赞成啦 我很讨厌人家 因为年轻的关系就觉得 你还很小所以没关系 但其实年龄并不是一个借口 对对 那下一个 我只在乎你 可能是父母吧 父母 对 好 那爱情攻略 就是可能比较 有时候有点笨笨这样 真的 对于爱情方面真的不太 不太有经验 真的 好 那该不该放手 如果真的是喜欢那个男生 那男生不喜欢你的话 就应该放手了 对 心痛 因为去年我在参加 夏人Superstar比赛的时候 我就唱这首歌 所以这首歌给我非常美好的回忆 好 那幸福帮凶 幸福帮凶 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会想到自己的朋友 因为在歌词里面就是说 朋友不必多 朋友不必多 你只需要一两个真心的朋友 好 就自己真的有几个很蛮真心 对待我的朋友 所以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会想到他 那最后一个了 未来爱 未来爱我就期待未来的爱情 好 来说一下吧 你的理想情人 理想爱情 好 理想情人是烟 我们知道 那理想爱情呢 OK啦 每个女生都会有想像 自己以后的爱情会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例外 我希望也有一场浪漫 很甜蜜的爱情 对 我希望男生是 是会照顾我的男生 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 初心大意的 有时候会糊里糊涂的 那我希望这男生可以在旁边 可以就是帮助我啊